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大的比丘 诸位比丘尼师傅 还有诸位优菩萨优菩萨 估计还有些我们的游客 大家新年吉祥 南无阿弥陀佛 今年是府年的第一天了 大家无论是住在东临市的常住的 还是来寺院 来拜佛烧香的 大家都是有一种过年的喜悦的氛围 所谓的年味了 那我们寺院也是张灯劫柴 有点过年的样子 那世间都是从今天开始 开始拜年了 都是恭喜报财的 升官的 身体健康 都是吉祥的话 原来前些年来也是方丈聊 初一开始就串流不信 说来说去就不是那么几句话吗 干脆我们还是既能到了寺院 不仅仅要有年味 更重要的 还有点法味 增上有点法的味道 所以改为我们集体在相关讲堂 我们来共同地分享祖师大德的一些法语 其实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 过年这个事情会越来越淡薄的 有什么年好过呢 但是我们每一年 每一月 每一日 每一时 刹那刹那的 这样的一个变迁 我们倒是要高度地警觉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生命的意义 在什么地方 生命的目标在什么地方 要实时地不要忘却 那今天上午我选的是 忧坛普渡大师的净土师 这也是常运长老 在2017年亲自手写的 在这个古德净土师里面 我选了这两个记者 那忧坛普渡 是元代的 它跟东宁寺有直接的关联 在元代 这个东宁寺 包括净土法门 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恶难 就是受白连教的影响 朝廷曾经一度禁止过 连宗 那忧坛普渡法师是在东宁寺出家的 他感觉到在他的在世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净土宗给恢复 所以他就深入大仗 大仗经典 做了一个连宗宝剑 然后再就到元大都 当时的北京是首都 找教内教外的大仗经典 这本书 这本书也科版流通 所以 所以忧坛普渡大师对净土宗的忠心 那是功不可目 当时他做这本书的身份 还是东宁白连宗 还是东宁白连宗 善法唐主 那时候他还不是方丈和尚 但是他受到朝廷的赞叹 给他一个抚西尊者的称号 那忧坛普渡法师身体力行 教义非常的通达 还能够作诗 这就是他从内心流出的 这种净土的情怀 有两首 选了两首 看看 先念一下 几多狮角走言佛 世事奴马日转愁 故国田园埋朝礼 野牛放荡几时修 好 第二首 生死茫茫 古渡头 弥陀博动渡人舟 树身有份今生欲 快上船来归去修 看过去 每个字都认识 也很直白 但里面包含着 甚深的法义 第一首主要是描述 我们夜里凡夫的身心状况 几多思角走言佛 几多代表数量词 意思就是很多 这里也包括自己在里面 施角走言佛 我等众生自信 本具奴来的智慧德相 本来生命是要向上的 走向光明的 走向佛的境界的 但是缺一念无名妄动 造作种种的恶业 这就是施角 一不小心犯了错误了 造作种种恶业了 就像俗话说的 一施角成千古恨了 这一施角就走言佛 就堕到了南言佛提 捉人了 在六道轮回当中 人道还算不错的 所以三善道之一 但对于解脱的圣境界来看 还是很苦的 因为你已经进入轮回了 已经是在苦海当中挣扎了 一个舍腹逃一的浪子 又流浪在这个南言佛提 乃是我等众生 在座的你我他 就是施角走言佛的状态 走到这个言佛提呢 做人很苦啊 世间的事情 鲁麻日转愁啊 表明 分杂 繁多啊 大家处在世俗生活当中 有家庭有事业 你看你是不是感觉到世事鲁麻呢 好像忙不完呢 一见又一见呢 而且每日还更多啊 这就是我们现实状态 为什么这么多 忙不完 你有 要满足五欲的欲望啊 生存的压低啊 上有老下有少啊 资源匮乏要去拼搏 要去竞争啊 辅报钱的话 一天不劳作 一天就没得饭吃啊 毕竟这个身体还得要 要以 要吃喝住行呢 所以我们一辈子 都被这个生存的压力 逼得去忙碌 到底在忙什么 自己都没有时间考虑了 睁开眼睛就要上班了 上班疲乏的回来就要睡觉了 睡觉起来又要去拼搏了 还有家庭 还有事业 还有人际关系 还有做各种交往 哇 就是 有个企业家 他有时候他反省自己 不知道在忙什么 而且很迷茫 所以他对幸福的定义 什么叫幸福 就是 做自己 想干的事 见自己 想见的人 这个 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是他现在感觉到 身不由己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你可能就是 干你不想干的事 说你不想说的话 见你不想见的人 无奈 必须这样 不自由 我们要当下警觉这个世间的事 这就是苦啊 求不得苦啊 愿真会苦啊 无因之胜苦啊 在这种苦当中 反省 故国田园 埋草里啊 我等众生 本具佛性呢 本地风光 完全 遗忘了 从来没有意念 关心我们生命的 问题啊 这就是 故国田园 我们 今生家园 在什么地方 我们本具的佛性 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故园 到底在哪里 我们是在流浪 所以我们长期以来 都在心往外面跑啊 五欲六成啊 恩恩怨怨啊 人我是非啊 忙不完啊 剪不断啊 就在那里昏迷啊 挣扎啊 对自己本有的生命真相 一概不了解啊 这就深深地埋在 芳草栖栖里啊 埋在草里面 这个草代表我们的无名烦恼啊 但里面有菩提的苗架的 有无限的 风光的 我们全部 埋没了 埋没了 当下我们这个心呢 是旺心的 就用野牛来比喻 野牛放荡 几时修啊 我们现前的旺心呢 没有办法治愈啊 他到处乱跑啊 千山万水啊 跋涉啊 没有目标啊 上天下地啊 盲目啊 但是这个到处乱跑的过程当中 放就是放纵 放就是破坏性很强 犯人妙价 人家好的张家 他野牛一过就全都给你 给他摧毁掉了 我等众生 现前的妄心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鬼光返照啊 我们这颗心 你能控制得住吗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都是 大妄想啊 这个妄想都是 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念想啊 贪嗔痴慢一样 那我们的行为是受这个念想所控制 这个想的力量太大 一定是鼓动我们身口 其次造作恶业啊 那造作恶业又加重了 这个妄心的迷惑程度啊 这个妄心的迷惑 无名又更重 他的那种 那种破坏力更大 所以我等众生 这种在世间的造孽的力量 实际上就是 佛性的力量 遇到了一个不好的缘 恶缘 所呈现的状态 那本来我们现前一念的本性是 大白牛车呀 洁白的 宁静的 光明的 平等的 现在我们变成了野牛了 那这个野牛 无量皆以来 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 这种无名烦恼 跟我们的轮回 聚生聚灭 今生这个野牛变成了人了 忘心造作恶变成人了 下辈子可能人生又保住不了 那成了真实的一条牛了 那 转过来这个野牛造的恶业很重啊 又到了阿比地狱了 阿比地狱 受苦受完了 辗转的又到恶鬼道 恶鬼道受完了到出生道 出生道受完了在人道 人道又转啊 这个野牛放荡 这个野牛放荡 又造恶业 反正就是轮回不休 这叫 几时修啊 什么时候才能修止啊 什么时候才能截断轮回啊 苦灾啊 迷惑颠倒的众生 本来是 本具佛性的 弄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忧谈大师这个诗 带有多么的悲悯性在里面 这是我等众生 现实状态的真实的描绘 在一切佛菩萨眼里 他以无缘大师 同地大悲二六十中 都在观照着众生 奴母意志 佛常常感慨众生 我等众生是可怜民责 感慨之于 佛一定会来救度我们的 那用什么方法来救度 请看第二首 生死茫茫 骨肚头啊 九法这众生 都在两种生死当中 茫茫 迷惑啊 看不到尽头啊 也不知道真相啊 就在茫茫的 生死苦海当中 佛给我们 施舍了一个 码头啊 渡头就是码头 上传的地方 而且这个渡头 是古渡头 还不是精神来施舍的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已经十节 十节 施舍的渡头 实际上 亦是一齐硬化的产物 在成点节又成点节以来 佛都为苦海的众生 施舍了一个救度的码头 根骨根心 从来没有终止过 理解这个古渡头 好 古渡头怎么渡呢 弥陀伯洞度人舟 法宗之王的阿弥陀佛 伯洞就是开桌 度托一切众生的大舟 那现在大家看大舟航空母舰 那比航空母舰还航空母舰 这是阿弥陀佛建造的 也是阿弥陀佛转舵的 这就代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又叫大院船 那阿弥陀佛 这个开着这个大院船 在生死的此岸 到极乐的彼岸 不疲不厌地开着 度了一批又一批人 一批又一批人 慈悲至极啊 阿弥陀佛波动度人舟 现在还在工作 只要我等众生 还滞留在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的那个涌动机 都在开着 那就是谈净土法门了 树生有份今生欲 今生能遇到净土法门 这个因缘不简单 这是我们多生多劫 曾经跟阿弥陀佛接过法源 曾经听闻过念佛法门 今生才能够遇到净土法门 才能够产生信心 才能够发出恳其的愿 支持名号求生净土 这个善根我们一定要珍惜啊 你看金刚经讲 能够遇到金刚经的众生 能够信受的 那不是在一佛 二佛 三世 五佛 所种善根 乃是在无量千万亿佛 所种过善根的人 才能听到金刚经的 这种无事相 不经 不布 不畏 能听金刚经 那是谈真空的 无相的 都要 不经 不布 不畏 就说明你能信受 不能信受一听就害怕 我什么都空了 我还活着干 我怎么活着呢 那净土法门更难相信了 它是从真空显现的妙有啊 相信净土的妙有的 前提必须相信真空 那你说 可不是在 无量百千亿的佛属 种过净土的 法源 金身禅能遇到吗 这不容易吧 所以 净土中的古德常常说 你能信受净土法门 能够一往全身地去念佛求往生 那是百千万亿劫 稀有难招之一时 否则你没有种过善根 他是听不到的 或者听到的 他根本不相信的 你对没有善根 说你要让他念阿弥陀佛求善西方极乐世界 你去做个调研 有多少相信呢 他不仅不相信 还要嘲笑你 你这个人这么迷信 脑袋挖子进水 哪有阿弥陀佛 放得钱不赚 干那些没油没盐的事 他把你输了一顿 这不容易的 这太超越了 所以你看看 这个悠坛大师 你在元代的一位佛门的大德 他把握得很整 不仅一般的人不能相信 就是教内的很多人也不相信 他可能相信因果 相信轮回 也走解脱之道 他大部分都站在自己的立场 我要精进修行 我要修戒定慧 凭智力断获正真 一旦想到 要感念道教感通佛力 来待业往生 而且还很快就能成佛 他不相信 他认为没有这个事 这个种瓜得瓜 种豆得到 有断一份货 正一份真 谁能超过这个因果 但净土法门要别住 别具直言 他就超越了 通途的修行的 这种修阴正果的过程 它是全是佛功德 为智功德的 它是阿弥陀佛早已修好的 的果实 完全恩赐给众生的 哪怕是你没有断见识祸 乃至于你是五尼十恶 要下阿比地狱的众生 你只要信愿称明 实生乃至一生 都能够蒙佛接引到 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是何等超越 一般想西方极乐世界 是什么世界 那是十报庄严图 那凡夫怎么能去呢 阿罗汉凭治理也不能去 凡夫怎么能去呢 他会执作这个 那你这不可能的嘛 你没有修行怎么能去 你没有禅定怎么能去 你见识祸还聚足怎么能去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他站在通途的教理 他可以把你拨得体无完乎 振振有词 恰好 你错了 净土法门是大不可思议的法门 是凉土是乃至十方之父 慈悲至极的法门 因为众生在苦海当中 他出不来嘛 他游不过去嘛 佛一定要帮忙嘛 就好像世间的一个慈母 对于自己没有能力的儿子 是不是要给他存够钱 给他买好房子 给他准备生活当中的一切 因为他没有能力去赚钱嘛 没有能力生存嘛 我等众生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 相信这个净土法门 非常不容易 就像观金说的 你能够信受念佛法门乃是 人中分陀利化呀 所以在这个 五诸恶事 末法之秋 我们还遇到净土法门 还能够生起信心呢 这确实是多生多节的 净土的法门 这个法门 仍然是 梁土世尊 给我们 培植的 那么 现在我们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船已经开来了 是不是 赶紧上船呢 快上船来呀 这是 多少的 祖师大德 苦口的 呼唤 也说明着很多人 他不是快上船 还在码头上 还在那里看 这是一条什么船呢 是谁建造的呢 是什么原理建造的呢 是不是很结实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我度过去呢 他在那里做种种研究 这就好像一个重病在身的人 这个 医王给了他一个中尘药 汽水回来中尘药 他不服 他要拿着这个 这是什么药呢 是什么药的成分呢 是什么剂量呢 是走哪个穴位呢 他有什么样的正面作用 反面作用呢 他就研究这个 还没有等他研究完 就一命无夫了 无夫挨栽了 因为你已经是病毒高荒了 那现在阿弥陀佛度人周过来了 他要研究 这就好像有些 特别是自认为自己很有水平的 净土法门 我要相信他 我一定要研究透彻的 我才相信他呀 是问你一辈子 凭你的凡夫的之间 你能研究的透彻吗 这是佛的境界呀 法华经讲 这个实相的境界 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解 何况你一个颠倒的凡夫 所以快上朝能是建立在信心上 你有信心你就会上去 你有怀疑你就不会上去 就在一念之间 你相信释迦牟尼佛 一代实教 给我们讲经说法 他不会讲假话吗 你相信阿弥陀佛 无量节以来发四十八大愿 无量节悍劳能苦六度万恨 圆成的这个大愿 念念都是为众生 愿愿都是为了度众生的 你要相信这个吗 要相信佛的大慈悲心 大智慧心 大平等心 所以我们这时候才能够 一念归一样 拿摩才能够发自内心的出来 拿摩就是归命 我把生命归到阿弥陀佛那去 任凭阿弥陀佛的救度 所以这个快上船 就是建立身性缺怨的问题 你有身性缺怨就能上船 你有怀疑你就还在码头上 在那里徘徊 好 只要上了船了 我们就进了保险箱 因为船的力量 能够把我们渡到彼岸去 你上了船 你有什么力量可以施展呢 我在那里 这个必须我在船上再修行 这个船才不会偏离方向 才会加大力量 才跑得很快 你凡夫的这些东西力量 跟这个渡人舟 这个佛的这种大怨船 那是影响很小的 所以你上了船就安稳就坐 生感恩心 生庆幸心 生无量皆以来 这个船就在码头上 我却不上船的 还在滞留苦不堪言的悲痛心 那上到船归去 回归故国田园 故国的风光依然圆明 没有缺少一点 所以这个归 回归 去 去就是离开 离开娑婆的会土 就能修止轮回 归 归去修 修止轮回 那修还有美好的意思 你只要归去 就是无有重苦 但受极乐的 大好的净土风光 非常美好 当我们想到归去的时候 当下还要想到 怎么来 要以悲怨 还要回到 这个严佛提的苦海当中 来救度一些苦难的众生 所以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的愿力 它能够保证我们 很顺利地归 也可以很顺利地来 去和来 这个去来是自在的状态 可以去可以来 不像有的 原来我听一个导游 他在那里跟游客 讲净土法门 很有意思 说这个极乐世界 不容易去 也不容易来 也不能再回 搞得那些游客听到 一惊一惨 不容易去 那我念什么佛 不容易回 我还想回来 其实极乐世界 容易去 也容易回 靠自己的严地 解决不了 这个自在地 去和来的问题 一切都仰靠 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加批 令我们可以去 也可以回 四十八大院 就包含着 这样的内涵 所以大家 在府年的第一天 就能听到 优坛大师 对我们的现状的分析 以及优坛大师 隔时空的劝勉 我们快上船来 归去修 我们就应该 依教奉行 老实念佛 在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 有自己一朵莲花 在那里绽放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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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